总公司设置于北海道韩馆市在全日本设有二十几间饭店的Hotel Tetora正寄出秃头优惠 特别提供头发稀疏的房客住宿费上的折扣 韩馆市梁川町的Hotel Tetora经理现年29岁的库田俊泰表示 各饭店提供的优惠金额为每晚300-500日元约和新台币80-130元不等 若要享受优惠必须在办理退房时向柜台人员提出申请 在由相关负责人检视头发的稀疏程度后判断是否适用优惠 虽然没有明确的判断基准 不过据说房客若只是发现后退则较难判断 有些客人还会战战兢兢的询问自己是否符合优惠资格 各家饭店每个月都会有数名客人使用这项优惠 朝日新闻中文网报道 这项优惠虽然没有特别宣传 却在口耳相传下逐渐打开知名度 这家饭店的房屋员曾抱怨打扫房间时 处理排水孔的头发最费力了 社长三浦孝斯德之后立刻决定最可以节省打扫时间 头发稀疏的房客调降住宿费 北海道上穿冰的曾云霞Mountview Hotel 于2014年8月率先实施优惠 进而推广至全国的旗下饭店 三浦社长本人也是光头饭店入口 还设有社长的吉祥物人偶迎兵 东京的Hotel Titora入口摆放光头设 长的吉祥物人偶迎兵图取自Xpedia网站分享